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7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最终是呈现了一个小涨的行情 但虽然说以最终的一个指数 仅仅只有上涨22点 但是我相信其实大家都有感受到 今天整体行情的一个波动 它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波动呢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来对于说 今天是整个6月份台指期的一个结算日 那大家都知道通常遇到这种结算的时候 人为干扰行情的这种现象 它会特别的明显 不过呢我想我们在今天发给会员朋友 以及Telegram群友的这个对于指数的一个预测 今天其实还是非常的精确 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早上8点37分的时候 当时我们对于今天行情的一个盘式预估 是偏空而且是呈现逢高不空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最高点是11550点 所以你如果单纯就行情来看 偏空逢高不空 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同时你可以看到 我们对于指数高低点的预测 不论说是这个合理的价位11491 或者说是以这个低点的价格11486 实际上它跟今天低点也不过只有相差4点 那高点的一个位置 11544跟今天的一个高点 它也仅仅只有相距大概6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所以当你在早上 你能够先对今天的一个行情先做出判断 而且这样的一个判断是精确的时候 我相信你在操作个股上面就能够更加得心应手 但问如何呢 在今天结算完之后 我相信大家其实关心的一个重点 应该是来自于说 那后续的一个行情应该如何来做观察 我想昨天事实上制衡 他花了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解释后续的一个行情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 如果说以今天的一个结算的一个位置来看 它的确有透露出未来两天 到底台北股市应该如何来做发展 怎么说呢 如果说我们以最近这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你会发现因为今天是这个月期货的一个结算 但是每个礼拜三其实都是周选的一个结算 所以它在结构上面它会表现得非常相似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看到之前过去这一个月当中 礼拜三的一个周选结算 它有一个特性 你画面当中看到蓝色这条线 它是所谓的一个时日的移动均线 那当你的一个股价如果在结算日当天 它跟这个时日均线它如果是非常靠近的 纠结在一起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礼拜四通常还有一个短线高点可以做期待 但是到了礼拜五呢 那个指数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压回的一个回导 但如果你跟时日线有一段空间上面的一个差异的话 礼拜四礼拜五的一个行情 它就持续往原本的那个方向来做发展 所以讲到这里当然大家会想要问说 那老师到底现阶段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格局 那你可以看这个位置吧 今天的一个收盘价是11534 目前的一个时日线是在11515 换句话说他们几乎是纠结在一起的状况之下 这告诉你了礼拜四或许还会有高点的一个机会 但是遇到礼拜五的时候 这个行情压回的机会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大 所以看到这个呢 当然大家会就想说 那到底现阶段应该如何来做一个选股 如果礼拜四去做进场 那礼拜五台北股市会压回 那代表什么 代表大家可能在操作上面 大家可能第一时间的想法会觉得说 那我可能要操作比较短线 但是我告诉各位 如果说以现阶段的一个行情来看的话 你操作短线它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 什么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盘面强势的一个个股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今天整体盘面当中公道掌宁版的一个族群 大概无非就两个 一个叫做所谓的一个防疫相关的一个概念股 当然这个其实跟这个最近这两天 北京又传出了这种所谓疫情二次感染是有关系的 包括了像是你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华 或者是保林附近 怀特这个其实都是所谓的生计 或者是防疫相关的概念 那另外的一个族群则是仿吃概念股 包括你看到像立琴 红州 红远 这些个股其实都是一四开头相关的一些股票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当中 其实我们告诉各位嘛 就即便你要去操作这些个股 你都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那如果明天它是以跳空的方式公道掌宁版 你即便让你明天买得到 你也是要礼拜五开高 你才能够赚到钱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反而建议大家 这个时候的一个选股 你可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做思考 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 就是我们以这个稍微把周期拉的稍微长一点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做思考 拉长到什么时候 拉长到六月底 那你说拉长到六月底 有什么样的一个题材 它确定可以延续到六月底 现阶段盘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 它是有机会一路延续到六月底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什么样的一个题材呢 就是来自于所谓的投信作帐 那投信作帐的一个部分 当然大家会想说 老师可是投信作帐也会结帐啊 如果这个时候刚好遇到投信结帐怎么办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一个原则 就是他要在这个礼拜 对不起 在这个月份 他还是呈现相对积极买超的一个个股 相对来讲 他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 一路作帐 作帐到月底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发生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选股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有一个族群事实上在最近期 应该说在整个六月份 他是投信非常积极作帐的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来自于整体平盖肋骨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平盖肋骨 投信会比较积极作帐 今天事实上盘面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 就是苹果他推出了新一波的一个促销方案 这个促销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是学生 或者是你家里有学生 或者是你是教职员的话 你就可以去购买包括像是iPad 或者说是Mac的时候 在这个优惠期间 他免费送给你这个AirPods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多多少少 他一方面他会吸引到所谓的一个学生族群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对于整体的一个电脑的一个销量来讲 我觉得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几档个股 基本上大概除了郁金光 他跟这个时日线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现阶段大盘 看的是时日线的一个情形之下 他跟时日线的差距稍稍比较大之外 另外你可以发现 大概都是1%到2%左右的一个差距 换句话说呢 股价没有超涨 然后在这个月份 其实投信非常积极买超 这一类的一个个股 当然后续其实就有攻击的机会 那昨天制衡跟大家所谈到的是郁金光 我想我就不要花太多时间 来跟大家去做赘述 我们来谈一些其他的一个个股 例如说像什么 例如说像是2313的一个华通 好那华通的部分呢 这个月份光投信 他就买超了9938张 以成本来看的话 是在44.47元 大概就是44.4元到44.5元之间 这样的一个价格 如果你从今天46.05元 这样的一个收盘价来看的话 他也不过差大概3%到4%左右的差距 换句话说 你现在做跟投信的成本 至少是6月份的成本 他的一个差距没有来得这么大 而且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今天整体的一个股价 往上攻击的过程里面 他是出现大量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2313的一个华通 在今天的一个技术形态 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是这个技术面的一个部分 我们把成交量把它放在第二格 那我们把投信的部分摆在第三格的一个位置 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今天是一个呈现明显放量对不对 而且这个成交量它是什么时候以来的最大量 它是6月份以来的最大量 那你说老师5月份它有一个大量啊 对但一方面这个5月份大量 你还记不记得是为什么 5月底的大量是因为MSCI的纪录调整 而且现在这个价格在现在的价格之下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买在那一天的它是赚钱的嘛 那赚钱的基本上就不会构成所谓的 应该这样子讲 只要是你还是多投趋势当中 它不会构成所谓的那个 对股价往上攻击的一个压力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实际上今天出量 然后如果说就量比价先行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46.85元 就是你看到画面当中可能不太清楚了 但这个高点是46.85元 它应该不是这个波段的最高点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格局来看的话 技术面当中它的确出现了一些转强的条件 那除此之外 中国最大的这个PCB材料厂商中国建涛 这个时候其实也发表了 就是说他们会去做一个涨价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你一方面报价涨价 一方面进入旺季 又有投信作涨 那是不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六月底 这样的一个股价表现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一个滑通之外 另外还有包括像是3105的文贸 好大家最近其实看不太懂 美国人到底在干嘛 对不对 就一下讲说那个 要全面封杀华为 然后昨天又谈到说 可能会松绑禁令 那这个事情怎么去做解读 因为我昨天刚好去录那个前线百分百 那我刚好坐在那个资测会成长老师旁边 他有特别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说 这一次的一个松绑禁令 因为简单这样说 就是说我不用你的东西没有关系 但是呢 我还是要取得我一定的话语权 就是说 华为毕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5G设备厂之一 所以当然在整个规格的制定上面 就是大家全球对5G的规格 这个是所有的厂商联合在一起 然后去制定出来一个对大家有利的标准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一次松绑的华为禁令 最主要是说 那我们可以有一些那个讯息的互通 但是我还是不用你的东西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啦 但会如何呢 这件事情传出来之后 基本上他对于整个华为基地台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来讲 我认为其实还是一个利多的消息 所以短线上面他会有一个受惠的题材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 一样投信过去从六月份开始 他大概买超了6100张 成本是在280.79 以今天的一个价格来看 大概也就差3%到4% 所以应该这样的讲 就是说在整个六月份的 六月份的一个行情当中 因为之前这个六月十 十一号那个大幅度的向下做跳空 以及六月十号的大幅度开高走低 实际上他造成一种现象就是投信在六月布局的一个股票 跟现在的成本其实都没有差距太大 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朋友来来讲 他会是一个机会 所以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技术面的表现 我们直接去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应该留意什么样的一个重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3105的文貌 那文貌的一个部分呢 当然今天为什么呈现开高走低 这个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过去教过大家 你在整个攻击的过程当中 你要有效攻击 什么叫做有效攻击 就是说就像今天你去这个示范 应该打沙包啦 我们讲打沙包好了 你如果说那个力道很小的话 是不是对于那个沙包不会造成伤害 但是你如果今天力道比较大 他就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攻击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我股价要往上去做突破 尤其是挑战新高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 我的量能必须要去做放大 那量能要做放大 我们过去有给大家一个标准 就是说以这个正常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你可以去抓整个月的 一个月的一个平均量 毕竟如果你抓太短 他可能因为短时间的大量或者是小量 他会造成那个数值会差比较多 那根据我的经验啦 大概22天就是一个月的平均量 他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标准 所以你从目前这个稳貌的一个月均量是9885 所以简单讲我要突破我要1万张啦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 基本上他是有那个条件存在 但是你要去追 你要是要用追的 还是说你要等待拉回去做买进 你要看的是成交量有没有放大 如果我今天我一个有效攻击往上做突破的话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底型嘛 因为当初有人应该当初这样讲就是说 当初这个原本要变成一个M头嘛 对不对 但是M头没有下去之后反乘WD 那往上突破颈线当然就有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可以去观察 后续股价的一个走势 那除了文报之外 另外包括什么 包括像是3376的新日星 头信从6月份以来 他买超了2648张 成本是在144.36 所以一样的概念 你现在的一个价格 现在去做进场 你的成本甚至比头信还要来低一点点 那这个部分呢 为什么会有 这个头信会开始去做买超呢 我刚刚其实讲了嘛 就是 第一个 这个我们刚刚谈到苹果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 如果你是学生 你是教职员 你买Mac 你买iPad 那他会送你AirPods 那这件事情当中最大的受贿者就是新日星啊 为什么 因为除了iPad 他应该没有提供你乳件之外 包括那个AirPods 大家有应该就知道 那个有个充电盒嘛 对不对 充电盒里面有个轴承 这是谁做的 新日星做的 那 Mac就不用讲了嘛 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大家会想说到底是什么是轴承 我拿我的电脑跟大家做个示范 就是说当然我的电脑可以拆啦 因为它是一个二合一的笔电 但正常的那个电脑不是长这样子嘛 对不对 就是电脑打开嘛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转的位置 大家如果手边有那个Notebook 你给大家出来看 这个转的那个就叫轴承啦 所以这个是由Mac的轴承 是由新日星来做提供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说 现阶段 他其实也是有一点点那种 量能稍微比较小一点点 但是很明显的这种股票就是 他只要一旦呈现放量的时候 他就会有这种向上攻高的机会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成交 如果说我们刚刚谈到的是月均量的话 月均量是3388啦 这个数字蛮有趣的 那以今天2882来看的话 差大概500张 那后续如果放量的话 他是有挑战前波高点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呢 大家可以去稍微搜寻一下 就是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个股 这个时候投信是从 可能他是5月份卖超 然后6月份开始买超 或者说是他5月份已经有booch了 然后6月份再扩大去做买超 这一类的一个个股 大家就可以去做一个观察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特别强调嘛 如果礼拜四创高礼拜五拉回 那你要想的一个问题不是说 我要买什么股票明天上去就冲掉 然后等礼拜五压回再买 不太厉害啦 你要想的一个问题是 即便礼拜四创高 礼拜五拉回有什么样的个股 他可以一路慢慢走 往后垫高一路走到这个 走到这个所谓的季底 就是6月份 6月底走到季底 甚至在整个下半年都还有爆发性机会的 我想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方向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那当然我们要思考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 啊这个是讲好的啊 哎呦没有不好的 当然也是有嘛 所以有一些这个投信在这个月份 尤其是之前有做过账 应该说五月份四月份五月份买很多 然后在6月份开始积极买超的股票 有没有 有包括像是 网通伺服器相关的 金像电神达 那神达当然最主要设备 金像电做伺服器的基板 然后被动元件的华星科 实际上如果你去观察的话 呃包括像是国具 包括像是奇力星 他其实都在这个名单里面 然后细晶元的包括像3016加金 呃PCB版的这个是 呃这个之前办现真吧 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下个礼拜 呃现真股会出来 那这个部分其实定颖的股价 他其实在这个月份也被投信去做卖超 这些个股都是你五月份 当你去寻找这个所谓的 呃投信买超股的时候 你很常看到的那些名字 对不对 好所以这些个股呢 当然这个时候 呃简单讲嘛就是 呃这应该怎么说 就是派对结束了 然后你还要留下来洗碗吧 就是之前的股价如果你没有参与到的话 这个时候难道你要留下来套在那个 独自套在高点吹冷风嘛 应该不用这样子嘛 所以这个部分齁 我想我们一样齁 举一两档个股来做例子 那金像店呢 当然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已经有多次跟大家谈到了齁 我记得昨天那个金像店大涨 还有还有人笑笑是说老师 那你说这个股票不好嘛 对啊今天不是吐回来的嘛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股票 他应该算是很好心啦 就是还有一个拉高让你解套的机会 就让你可以不要赔那么多 但是你不要搞错 搞错方向就是你继续凹 那有时候那个股价又会错过一个 比较好调节的时间点 好但这档个股不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 跟大家谈的重点齁 我们要跟大家谈其他的一个股票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 被动元件其实都在投信条件的名单里面 但是我记得昨天志恒有跟大家谈到的国具 对不对你记不记得 他昨天讲的我觉得很精准 就是说他是不是谈到说 400块钱以上会有压力 你说你老师要399 差一块而已 我觉得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有些股价没有办法通过去的可能就 就是即便他过去 他可能那个幅度也不会太多了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筹码面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 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 这个2492的华星科 好那第一个你要去思考 那我们刚刚讲国具 那国具还没有下来 对不对 他现在股价是一个相对强势的格局 那你有没有想过同样是被动元件 为什么一个在月季线之下 一个在对不起 一个在时日线跟月线之上 一个在时日线跟月线之下 他还是有差别的 同一个产业 同样是这个产业的一个龙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当然我觉得国具只是还没有 那只是华星科比较提前反应 所以你可以看到投信是卖超2515张 平均的成本是197.46元 大概是在200块钱附近 所以你会发现就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谈过嘛 就是投信这一波一路卖 他大概的一个成本 其实都在199到200块钱之间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股价上去 为什么股价上去他就会掉下来 很简单嘛 因为这类隔小一熊 投信好像是鬼 所以他会在这个地方去做卖超 那现阶段是一个量缩平台整理 但是当然量缩平台有没有反转的机会 其实是有的 但是呢 你同时你要面临一个风险 就是说 他的风险在哪边 就是说如果今天啊 你一个量缩的一个整理平台 整理到最后 他一定会表态嘛 对不 他走到最后他一定会表态嘛 但是你要去注意的是 他万一是往下破颈线呢 对不 啊这个不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价差是多少 你看哈 这是 低点是这个嘛 179 哦不要抓221的高点哦 我们抓210块的高点就好 30块钱的空间 180往下跌30块 还有可能会到哪里 150块嘛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面临到的 可能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除了这个 让董作对下半年的一个展望是神圣乐观 但是 有时候股价 不是这样走的时候 你就要稍微注意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哪个股 叫3016加金 好 加金的部分其实也是很类似哦 你看哈 同性卖超1340张 成本大概在69.86 大概69.9 70块钱附近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已经跌破了 法人开始挑截的成本嘛 实际上他就是这一波下来的时候沿路卖 那沿路卖他其实回到前波的一个起场区的时候 至少这一波是失败的嘛 那这一波失败其实就有个问题就是 你在相对高档 然后你弄了一个头在这边 那后续的行情当然就会比较有压力 而且公司自己对于H2就是那个下半年 因为如果你一半就是have嘛 对不对 那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说上半年我们就是H1 那下半年就是H2 所以他对于H2的展望相对来讲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我知道大家会谈很多那个淡化家啊 这个我也知道啊 但是股价的走势在经过反应之后 有时候就简单来说啦 就是说啊这个是派对嘛 啊你没有跟上 结果你最后留下来洗碗 这个没有道理嘛 所以这种类似这种股票 其实大家就要稍微想一下 后续你应该操作的重点是什么 所以我最后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行情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昨天志恒所谈到的 因为我们的结算离这个五日限时来太近了 对不起 十日限时来太近了 所以这个部分他比较容易出现 应该说是前几个礼拜 他所出现的一个情形就是说 结算完之后因为他没有拉开差距啊 所以没有拉开差距的情形之下呢 礼拜四或许有高点 那礼拜五通常都会是低点 所以当大家在考量到说 你要怎么样去切入持股的时候 绝对不是说 绝对不是说 反正我就明天撑一支股票 买下去看是当天冲掉还是怎么样 然后礼拜五再看有没有逢回地界的 那个机会 人生应该说股市操作 通常跟想的不是那么一致 所以我是觉得说 大家可能要把那个眼光稍微拉远一点 就是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个股 什么样的族群 他是有机会一路延续到 这个所谓的 季底 甚至整个下半年 就是H2的部分 他其实股价还有表现的机会 那这个是我们在接下来 我们会带我们会员朋友去 进场布局的一些 一些比较主要的一个选股方向 所以呢 投资朋友如果说现阶段 你自己操作不是很顺利的话 你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带领你来做操作的话 我想不妨 大家既然看了下我是节目 不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操作 那或者是说你现阶段手上有一些套牢持股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处理的投资朋友 你一样你也可以透过我们台股最前线 Light的一个好友家族来做询问 那加入的方式呢 你可以输入我们的ID 小鼠NAE2953i 或者是说你可以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最前线的Light的好友群组里面 那当然如果说你不方便或者是不为家的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想要加入我们行列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6月17号的台股最前线